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里头都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人精 这人才精的 你看你跟领导跟同事那关一处 啥毛病都没有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好事吗 不是 你身边有这么人你会怎么想 有事你离他远点防着他 他太精了他别害我 别一不留神把我卖了我给他数钱呢 没有人去找他 有好事不会有人找他 你说他是到底大聪明小聪明 没意思了吗 那如果你特别能说在单位里头 当然我例外在哪 我的职业是说话 这是我的职业 而我在生活当中 比方回家跟我媳妇 我基本不说话 他怎么说我这不对那不对 我就不理他 很快就过去了 这是生活状态 就是如果在生活当中 你也是显得巧说如虎 你记住会说的人 说得好听大家高兴 说得不好听就叫刻薄 那么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呢 就是你要不会说你就别说 我举例子 比方说在那个大唐林寺的后台 有人留言嘛 说总有人在单位跟我抬杠 说得比我好 我说不过他 说不过他我就来气 一来气大伙更笑火 怎么办 我说你来什么气呀 说不过你就呵呵一笑 就当对方吐你一身吐嘛 你在那说驴尿马尿一擦就掉 阿扣精神过去了 而且不是说我就一直这么忍 你说我十回了 大伙都看住了 我跟你急一回 这个急是有预谋的 一拍桌子你干嘛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想把我怎么的 我哪得罪你了 你在这天 你这么刻薄 有什么好处 然后拂袖而去 中午拂袖而去 下午上班回来跟没事 你记住 这个平常脾气好的人 一发脾气 惊天动地 因为他不是狼来了 你总这样不行 单位人就说 你看人老凉 你平常多老实 你说你天天损人 你这不远的气氛一怕 你有能力 说咱们出场去 大伙会把矛盾都指那个人 你获得了很大的同情分 这点很有好处 所以你说我不会说话 其实不会说话 你着急 那是因为你不会办事 我说这时候 各位要是真是生活当中有这事 你试一试 你看看 言人而为 突然发作 然后云淡风情 这事就过了 就用不着为这事上火 因为你的先天条件就是 你想跟刘翔比百亿兰 你想跟这个詹姆斯比上篮扣兰 你比他了吗 条件不行 好 我根据我的身体条件 我根据我的自身条件 制定战术 NBA同样有1米60的伯格斯 一样是球星 回到讲一个佛教故事 盘山禅师 得道之前下山砍柴 总是最后不能悟 一下子经过菜市场 有个老太太买肉 跟徒户说 您给我割块好的 这徒户把肉往电板一扔 哪块肉不是好的 盘山禅师就死不到 为啥 哪块肉不是好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 只有你不会做人 不会做事 没有说你先天 就是个废物 虽然有人不会说话 自怨自意 我这么倒霉 我这条件不行 我爹妈没生好我 那也回不了炉了 根据现在的条件 制定自己的人生出事方式 听听老梁斯大名著青尚课 你把这156期听权了 解决了156问题 找到156种方法 我不信你不会使一两个 是 所以你再笨你也能看懂这个东西 也能听明白 而且我说话 我相信直播平台各处会 好像没有人说老梁说话 你听不懂的 对 不光说我说这是不是浅显 是不是由浅入深 我这普通话 虽然不是标准的波音枪 但是哪句话 白瓜漏子 松一入耳 也针针地送到你耳朵里 你不会听不懂 所以这种交流 我们叫基于人话层面上的交流 咱们说人话 像我刚才跟你讲 单位里恶心的事 领导那事 你换个人坐着 给你一通高大上 我们各地很光明 我们这正能量 老梁不回避这些事情 我把这个社会里 丑陋的东西都告诉你 因为我都经历过 有人这么整过我 我这么吃过亏 我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 咱们不回避这些问题 你有的时候 你听人施朗诵 你以为这全世界 早就进入一个和谐状态 不是那个样子 那么呢 我说 听这个青山课 不会使你马上就能控制 别人情绪你就可以获利 但是躲过一些险态 少受伤害 这是关键 就是我们 不去害别人 但是别人害我们得防着 这就我们经常说那句话 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情商主要应该为这个服务 而不是为了获取利益服务 获取利益 那叫心急 那叫全梦 当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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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